民国96年7月13日 当年荣获中立市提报桃园县府表扬的模范父亲陈水木 在担任新民国小教师任内 接受台湾省政府和桃园县政府共三次特殊优良教师表扬 而且对于自己的子女的教育也相当的要求 五名子女都是高等教育毕业 九名孙子女也都就读台大奠基研究所 台北医学院、长庚医学院、北医女、建中等学校 另外她在教职任内协助成立了理会议纪念图书馆 并在退休后来到图书馆服务 可说是以馆为家 举番图书馆内借阅、开办研习班等大小事情 当亲自统筹规划执行 让民众感受到图书馆的亲切和文化魅力 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也让许多人佩服 也让她因此获得了模范父亲的殊荣 当年中立市市长也亲自来到陈水木家中 自责模范父亲秉儿给她 表扬陈水木把一生的精神与心力都奉献给教育工作 并且热心公益的无私精神 所有子女当年也起居一堂向陈水木献花祝福 度过难忘的父亲节 据的综合报道